新西兰当局说地震死亡人数已上升到144人 而200多名被列为失踪的人生还希望渺茫 克莱斯特撤奇市星期二发生了离世6.3级的地震 警司代夫克里夫星期六对记者说 他对至今仍下落不明的人深感关切 外交部长麦卡利星期五说 以救援为重点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他说他正准备给来自几个国家的家人报告最坏的消息 克莱斯特撤奇市市长鲍博帕克说 救援人员和失踪者亲属必须做好准备 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死亡人数可能大增